党内对于初选的时程和机制 本来就都多所讨论 那这跟社会各界其实是一样的状况 那我想作为主委 我的工作就是把这各种不同的声音 收集起来之后 转成中央党部 那中央党部其实最后 一定会做出最好的方案 我想大家都希望在2026能够赢得胜利 所以任何的制度 只要能够让选战越顺利 我想作为候选人 大家都会越支持 所以在初选时程的方面呢 有人主张要提早 有人主张可以压后 那其实不管是哪一种 最后都是希望 这个最后人选最强的能够顺利出现 我想这也是党中央的态度 所以我们一定会依照党中央 最后提出的方案 把这个制度顺利完成 让选战顺利出现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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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